每次抬手 每个踏步都很一致 招牌橘黄色制服 一进场就吸引所有人目光 要顾吹奏 要顾走位 连表情都完美 脸上挂着大大笑容 从空拍角度看更壮观 变换队形整齐画衣 展现满满青春火力 迅速站到位排出双十字形 手上还举着日台友情字卡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近百位师生 第一次受邀来台参与国庆 民众给予热情回应 但很可惜这趟台湾之旅 没时间多待 欢迎台湾 欢迎台湾 橘色恶魔旋风访台只待了六天 演出一结束 立刻收拾打包直奔机场 文总会送上最后一份大礼 赶攻七十二小时内 把橘高校在台合照 及台湾风景 做成一本纪念游车 有回忆也有满满台湾味 其实他们今天就要赶回去 因为他们明天就是他们的期中考试 那更感动的就是说明天叫期中考试 其实他们还是为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然后为了台日的友谊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展演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原来感知离开是为了期中考试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发文透露 这次来台除了带乐器 还带课本 在饭店专心读书 有学生说要是题目不会写 答案就要填日台友情 也让网友笑称太可爱了 表演非常精彩 欢迎他们下次再来 三连新闻最后报道